同学们大家好 我相信在一个大语言模型非常普遍的一个时代 可能同学们都会觉得编程的能力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但是呢我找出了一些我在中学的时候编的一些程序 我当时呢是用QBasics写的 这边呢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是1993年我父母帮我买的第一台电脑 那个时候我在读十年级 然后呢应该是在十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书 那本书中有很多QBasic的指令 包括那些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迷上了编程 我帮大家展示一下我在应该是1994年或者是1995年的时候 在我高二或者高三的时候写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有一个小的界面 首先呢如果你按一下往下面去的这个键 你只有可以看到它有这样两个option 一个叫Save Settings还有叫Exit对吧 如果你按下面它就变成了这个Exit的颜色会变 上面的Save Settings它的颜色也会变 然后你按上面你看到这两个键 它们的包括它们的Highlight的颜色都会改变 然后呢跟同学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框我们也是用Asci去写出来的 其实大家看一下Asci的符号当中它有一个是对应于一个右下框 还有一个是对应于左上框 然后呢如果我按往右边去的键 我就可以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用keyboard里面的往下或者是往上 我都可以去highlight到不同的一个keyword 然后我又可以到option或者alarm或者help 然后我可以不断的这样的去选择 我曾经呢是想自己写这样的一个小的包罗万象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把我写的一些的好玩东西都放在里面 但在这个程序里面呢我只放了一个 我认为还不错的一个程序 就是这个电子琴 这个电子琴呢我如果按一下1或者按一个键 它对应的那个键盘呢那个key就会动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很简单吧 就是你按一下这个键 你就把这一块的graphics把它擦掉 然后呢比如说10个ms之后呢 你在这一块再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过了10个ms以后呢 你把动的那个graphics擦掉 你又把它画到原来的那个位置上去 这样给人感觉就是你按了一下键 然后我按一个exit button的话 我可以去replay或者是不需要replay 然后呢我去exit的话 我就可以出去了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软件 按照现在的眼光看上去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啊 但是当时是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所以怎么去编 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儿 全部都是靠猜出来的 所以我经常呢 是会跟我的一些的学生们说 其实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怕编程 编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又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 谢谢大家 我这周日会继续的上传 我的机器学习视频的 同学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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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